好的,各位同学,那么我们今天给各位要讲的一个内容是我们在化学学习当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来自于化学动力学里面的一些化学反应数据 那我们的化学有两个非常大的研究方向,一个是化学反应热力学,还有一个就是化学反应的动力学 化学反应热力学研究的方向,那么它是讲这个化学反应的限度 而化学动力学研究的方向呢,它是研究这个化学反应的反应机理 以及它的一个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 一个实际上就是研究你这个反应能不能发生 另一个呢,就是热力学的问题 热力学呢,我们有学过像含变、商变、极不自由能 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它属于热力学 还有一个就是研究化学反应能以多快的速率来进行 那么这个就是化学反应的动力学 那么实际上在我们初期学习化学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把这两个东西混起来 因为我们一般的化学反应 都是反应限度比较大的反应 它反应的速率也比较快 是吧 我们经常会用判断 经常会来就是用一个金属和这个酸反应的快慢 来判断这个金属的活动性 就是说reactivity of metals depends on the rate of the reaction when it reacts with acid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只能就是做一个比较粗略的判断 那么我们的化学反应的热力学 和我们化学反应的动力学 实际上这两者还是有差别 不一定就是说反应限度特别大的反应 它的反应速率也特别快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内容 就是化学反应的动力学相关的内容 或者简而言之 就是讲一下化学反应速率 其中的一些内容 那么要讲这个化学反应速率 那么同学们应该也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了解 就是化学反应速率 会受一些外界条件的影响 像温度浓度压强这些 等等 是吧 那么要明确这些因素 对化学反应速率所带来的影响呢 我们就不得不来 首先讲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化学反应当中的 碰撞理论 碰撞理论 我们称为 collision theory 那么中文叫碰撞理论 我把这个中文也写一写吧 这个碰撞理论强调的是什么东西呢 顾名思义 这个碰撞理论就是要强调 两个分子 或者其他的 两个particles 两个粒子 想要发生反应 你首先得碰到一起 是吧 那一个分子在中国 一个分子在美国 这两个分子可能很明显是不能发生反应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一个了解 那么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限定条件 那么总的来讲呢 我们的碰撞理论 对我们的化学反应 他做了一个限定 就是说什么样子 两个分子在一起 才可以发生化学反应呢 他做了三条限定 那么第一条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条是就是particles must collide 我们的这些分子 或者说这些粒子 必须撞到一块 这不是废话是吧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分子在美国 一个分子在中国 这分子怎么反应 我们就撞不到一块怎么反应 对吧 没法反应 那么所以第一点就是particles must collide 所以就撞到一块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什么 particles must collide with sufficient energy 就 他要撞是吧 他不单要是撞 他还要有足够的能量 撞到一块 这个足够的能量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 activation energy 是吧 就是这个分子 想要发生反应 所需要的最低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比较好理解的一种 就是说什么 我的分子如果要发生反应的话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分子发生反应的时候 他应该是首先要把它的化学键进行 断开 是吧 我需要一个能量 把我化学键打开 然后再去结合 形成别的物质 那么这个能量 是需要你分子本身提供的 就是他要有足够的能量 对吧 那么第三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 collide with the correct orientation 分子撞在一块 要以一个正确的一个角度 撞在一起 正确的角度撞在一起 这一点也很重要 你不是说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 碰撞的这个角度 都是可以反应的 那么这里可以稍微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这个在 就是 我有同学学习过这个内容的话呢 实际上 他也可能会举这样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的反应 我们知道我们的carbon monoxide will react with oxygen to produce carbon dioxide 一氧化碳和氧气反应 是二氧化碳 对吧 那么当一氧化碳的分子 carbon monoxide 它的分子和我们氧气反应的时候 那么 我用这个来代表 这个一氧化碳的分子 对吧 这个代表一氧化碳的分子 它如果是这样一个运动的方向 那么氧气呢 是这样运动的方向 氧气的分子 那么如果他们以这样的形式 撞到一块的话 这个反应是没有办法发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氧化碳是什么样子 氧化碳的样子是这样子 它是一个直线型的分子 那我们如果以这样的 一个状态去碰撞的话呢 那么很显然 这个氧和氧撞一块 对吧 而不是在碳和氧撞一块 那这个反应是我们认为 在我们这个理论上 我们的碰撞 collision theory 理论 我们认为 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的 那么只有怎么样 碰撞才可以呢 这样子 这样撞到一块 这个反应是可以进行的 所以一个反应 想要能够发生 首先它要撞到一起 然后它要有足够的能量 然后满足固定的一个角度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就是说 碰撞理论 collision theory 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讲这个反应 怎么样才可以发生 那么我们把这种 可以发生反应的碰撞 我们把可以发生反应的碰撞 称之为什么呢 就称为叫 successful collision 或者称为叫 effective collision 这个中文的意思叫 有效碰撞 就是 这个碰撞 能够导致一个化学反应 那么这个碰撞 我们就称为有效碰撞 这个碰撞 必须要满足的条件 就是它要撞到一块 然后有足够的能量 还有正确的角度 这样的碰撞 我们称之为有效碰撞 那么有效碰撞 发生一次有效碰撞 就发生一个化学反应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化学反应的速率 化学反应的速率 化学反应速率 我们想一想 说就是单位时间内 一个反应物 我们称的reactant 它会反应多少 是吧 或者我单位时间内 我们的product 可以生成多少 生成物可以生成多少 就这么一个意思 是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 稍微想一想的话 我们的这个rate of reaction 是就可以 我们把它等价于 frequency of successful collisions 就是等价于frequency of successful collisions frequency 频率 successful collision 刚刚说了 叫有效碰撞 就是有效碰撞的频率 你想是不是单位时间内 频率就是单位时间内 这个有多少次的意思呢 单位时间内 有效碰撞 次数越多 那么是否它就是越可能 就是它的反应速率 是不是就越快 是吧 这应该还是比较好想通 然后我们想一想 根据我们上面的碰撞理论 所涉及的条件 那么我们的有效碰撞的频率 它应该取决于什么因素呢 应该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 第一个 因为我们的碰撞 需要有一定的角度的一个碰撞 对吧 但是我们知道分子处在 无规则的热运动当中 这叫random motion 无规则的热运动 随机的一个运动当中 所以实际上你的角度 是不太好控制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是 如果单位时间内碰撞的次数越多 那么是不是它也 就是它更可能 以正确的角度撞到一块 就比如一秒钟撞十次 和一秒钟撞一百次 那么很显然 一秒钟撞一百次 是更有可能 以合适的角度撞到一起的 对吧 所以我们的frequency of successful collisions 实际上它就取决于什么呢 它就取决于第一个 就是frequency of collisions 碰撞的频率 因为碰撞的频率高了 那么很显然它是 就是以正确的角度撞到一块 概率也高了 对吧 那么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第二点这个应该比较 很容易想到 就是energy of molecules 或者这边是particles 不一定是molecule particles 其实是一个意思 particles 对吧 那它就取决于下面这两个因素 然后我们再想 下面这些因素呢 就会下面这两个 A B这两个因素 就会和我们的 和我们的 就常见的一些 这些条件 就发生一个 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 比如说 我们讲 常见的 可以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 因素 比如说 温度 是吧 Tenature 这比如说 浓度 concentration 是吧 比如说 pressure 压强 还有 surface area 表面 以及最后 确化剂 catalyst 是吧 这些都是常见的 影响我们化学反应速率的一些因素 当你发生 当你发现 一个化学反应的速率 发生改变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 你就可以从 这些角度去入手 去思考 可能是什么东西 什么条件 来影响到了 这个化学反应的一个速率 是吧 我们可以首先来看温度 温度的升高 那温度 一个温度的本质是什么 温度的本质 实际上 你在微观上 就是这个分子运动 速率的一个平均速率 是吧 分子的运动的平均速率越快 我们说这个温度越高 平均速率越慢 我们说这个温度 越低 所以温度会影响我们 AB两个因素中的 哪两个 或者哪一个呢 那么实际上稍微想一想 温度升高之后 分子运动的 我们particles 例子 它运动的 是不是会更快一些 是吧 那么它运动更快的话 是不是碰撞的频率会增加 运动越快 碰撞的频率 当然是要增加的 而且它运动越快的话 本身的动能 是不是也越大 是吧 那么这个动能 当然就包含在 这个分子的能量里面 所以说实际上当我们改变温度的时候 温度能够影响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其实会有 AB这两个因素 它都会去影响 它一方面可以加快碰撞的频率 就升高温度的话 加快碰撞的频率 另外一方面 它也提升了 这些 微粒 这些particles 分子的能量 对吧 使得它们 有更多的分子 可以有足够的能量 去发生这个化学反应 所以 temperature会影响的因素 实际上就是A和B两个 一个是碰撞频率 还有一个就是分子能量 而concentration 干了件什么事情呢 浓度嘛 对吧 浓度就是什么呢 在单位体积内 我的分子的量 是不是增加了 这个叫浓度增加 是吧 而浓度的增加呢 由于没有温度的改变 所以这个分子的能量 它是不变的 分子能量是不变的 但是分子的个数增加了 那分子个数增加之后 会影响什么因素 就影响到碰撞的频率 你在同一间屋子里面 放十个人和放一百个人 让他们随机的 很显然你放一百个人的时候 他们撞的频率会更高 是吧 所以实际上 concentration浓度 去影响的是哪个因素呢 影响的是碰撞的因素 同样的我们的pressure 也是一个意思 压强 压强增大 那么实际上是不是 也是单位体积内 它的分子的数量是变多的 当然压强的话 我们只说一些 还有气体的反应 对吧 那你固体液体溶液 这些反应 肯定不会受压强影响的 那么讲气体 那么是不是单位 体积内 还有更多的分子 那么实际上也是提高 它碰撞的频率 就提高到碰撞的频率 这跟分子能量也没有关系 我们要注意 这个分子的能量 实际上只受温度的影响 温度高了 那么这个分子能量就要 多了 所以说这个温度 对这个化学品 就是反应速率的影响 是非常巨大的 它因为它两个条件都影响 它一方面 提高运动的速率 让它们碰撞的更加频繁 频率升高 另一方面也提升了 分子自己的能量 第三个 Surface Arial Surface Arial呢 这个通常发生在 Heterogeneous Reaction 就是异象反应当中 就比如说固体 不容易互不相容的 两个液体之间的反应 不容易这个液体的固体 和这个液体之间的反应 那固体和气体的反应 液体和气体的反应 包括固体和固体的反应 那么它们都是 Heterogeneous Reaction 就是异象反应 它在两个不同的face里面 两个不同的相里面 那么它发生反应的时候 这个接触面积就非常的重要 当然如果一般的 你气体和气体的反应 溶液和溶液的反应 那这个我们一般是不会去考虑 接触面积 因为它两个是可以 完全混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是一项的反应 Homogeneous Reaction 就当有一项反应的时候 接触面积就特别重要了 因为很显然 只有在接触的界面上 那么两个项的一个分子 才会发生一个碰撞 是吧 比如说两个互不相容的液体 它会分层 是吧 你往一个容器里面 装两个互不相容的液体 它会分层 那么如果这两个液体 能够相互反应的话 那么很显然只会在这个界面上 发生 是吧 只会在界面上发生 它内部的分子 根本装不到一块 当然就不会去发生反应 那么如果我能增大 它们两个的基础面积 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分子 去参与这个碰撞 是吧 那么自然而然的 就提高了化学反应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 之前的化学学习当中 其实这种思想 也已经有所体现 我们最典型的 Limestone reacts with hydrochloric acid 就是那个石灰石 或者说碳酸钙 和我们的 hydrochloric acid 盐酸反应的时候 如果你把碳酸钙 块状的固体 你磨成粉 发进去反应 会很明显的感觉 感觉到 这个反应速度是加快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 surface error 带来的一个影响 还有像我之前的 有很多的一个同学 做这个 无机合成的时候 无机物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时候 他们经常做一个 固像烧结 实际上就是要 两个固体去反应 固体反应是很麻烦的 这件事情 两个固体是非常难 去混合到一块 所以他们要做的 一个事情 就经常就是要把固体 磨成非常非常细的 一个粉末 然后均匀的 混合到一起 然后再在很高的 温度下去反应 为什么 为什么要磨成粉 不是因为 为了加大 它的一个表面积 增大它的接触面积 加快反应速度 这个实际上影响的 还是 frequency of collisions 因为它温度不变 温度不变的情况下 你去增大它的表面积的话 就是影响了 碰到面积 最后一个cathalist cathalist 我们知道 催化剂它干件什么事情 催化剂干的事情就是 lowers activation energy 是吧 降低它反应所需的 activation energy 叫火化能 降低火化能 加快反应所需 为什么 这个就像 那个考试的及格线一样 本来考试60分及格 那么可能及格同学少一点 是吧 现在我把考试的及格线压到40分 100分考40分就能及格 那么很显然及格同学就多了 是吧 本来很多的分子它能量是不够的 你标准线比较高 能量不够 那现在我把这个标准线往下压了 能量就够了 比分子本身的能量是没有发生改变的 是吧 但是我拉低了这个标准 标准一拉低 那你是不是也就 这个分子也就合格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 它其实是影响的是谁呢 是B 但你要注意 它并没有改变这个分子的能量 而只是让这个分子 它的能量 就是足够去参加这个反应 这个比如说降低分数线 包括打折 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对吧 它就是可以发生这个分子 那么我们现在这里介绍的呢 就是这五个 这个因素 怎么去影响 我们说AB两个因素 然后又怎么去影响 有效碰撞的频率 最后把它归结为化学反应 不有改变 这个就是我们从碰撞理论 去理解的这么 一些就是说 知识点吧 从碰撞理论 去理解化学反应速率 然后我们说一下 这个各个不同的因素的改变 会对这个化学反应速率 带来怎样的影响 那么主要就是通过 这个碰撞理论去理解的 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开始 需要讲的一个碰撞理论 但是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碰撞理论我们只是一个定性的分析 对吧 它只是一个定性的分析 对吧 我们希望是可以用一个定量的 那么一个东西去表示这个化学反应速率 看看它到底会受什么东西的影响 那么这个讲到定量去理解这个化学反应速率呢 我们就不得不说后面的部分内容啊 这个叫rate law 速率方程 那么速率方程是什么意思呢 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的速率方程 就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了啊 The rate equation is an equation that relates the concentrations of substance involved in a reaction to the rate of the reaction 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反应物的浓度 和我们一个化学反应速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对于一个反应 A和B反应是成C 这是一个举的例子 是吧 那我们可以写出来 它的一个反应速率是等于到 K乘以A浓度的M次方 乘以B浓度的M次方 那么这里的K是什么东西呢 叫rate constant The rate constant叫速率常数 速率常数 就是说对于一个反应 A加B升成C 那么它的一个反应的速率 就等于到K A浓度的M次方 B浓度的N次方 K反应速率 M是A的叫order of reaction order of reaction叫反应的极数 就是order of reaction 那么M就是A的order of reaction M就是B的order of reaction 而M加N就是整个反应的order of reaction 整个反应的反应技术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介绍的一个速率方程 那这个和我们学过的化学平衡常数 好像有点像 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M和N 我们这边的M和N 实际上和AB的系数 是没有固定关系 我们讲化学平衡常数的时候 equilibrium constant 我们会讲到 它的平衡常数里面 也用到了类似A的浓度 B的浓度 这种表达的形式 但是它的这个指数 它的指数实际上是和它们的系数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是吧 但是在我们rate law里面 会叫rate equation里面 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A和B 它的一个系数应该是1比1 但是M和N 不一定等于1 我们到后面学习之后 甚至会发现 那么一个化学反应的反应速率 甚至和里面的某些反应物 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之后还要学习 这个化学反应的一个反应的机理 实际上是化学反应的反应机理 mechanism 最终决定了这个反应速率 是怎样的 它是一个怎样的表达的形式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知道 这是一个rate equation 可以写成K A浓度的M次方 B浓度的M次方 M是A的order of reaction M是B的order of reaction 那么M加M 就是overall order of the reaction 比如说M等于1 M等于1 是吧 就稍微写一下 写得不太好 稍微看 那么我们就说 对于A来说 这个是一个first order 对于B来说 也是first order 而对于这整个化学反应来说 就是second order 就是二次反应 对于A来说 一级反应 对于B来说 一级反应 对于整个反应来说 就是二次反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稍微学习一下 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反应 我们要zero order first order 以及second order 那么这个的话呢 我需要在这边来 再写一下吧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零级反应 一级反应 二级反应 分别是什么样子 那么 什么是零级反应呢 就 它实际上就是怎样呢 zero order 对于A 就是什么意思呢 零级反应 就是这个反应的反应速率 跟反应物的浓度 没有任何关系 你注意啊 我们刚刚讲浓度 会影响反应速率 是吧 这里为什么又讲浓度 它就跟它没有关系呢 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 学习的深入 我们才能够比较好的去解释 因为这个和它的 就是说 它的反应的基底 是有关系的 zero order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的rate 是等于 constant rate等于k 相当于是什么呢 这里上面的m和n 都是0 是吧 那个rate 是不是就等于k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零级反应 那么它的反应速率 就是一个常数 反应速率就是一个常数 这应该比较好理解 那么如果我们做一个图的话 我们做一个图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做一个图会发现 它这个反应速率呢 就是我们如果 横坐标是时间 重坐标呢 是这个反应物的一个浓度 是吧 我们会发现 这条图就是一个之前 就是一个之前 它的一个这里slope 就应该是等于 等于负的rate 就是负的k 就这样的就是ok 这就是零级反应 那么零级反应呢 它不受这个反应物浓度的影响 它是一个恒定的速度 说实话这种反应 机器罕见 机器罕见 就一般都没有 我们主要要学习的是后面 就可以说 第一级反应 first order reaction 它会有怎样的一个数学关系 first order就是一级反应 这个我写一下 零级反应吧 这就是一级反应 那么一级反应呢 顾名思义 它的一个rate rate应该是 那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k 可以a的浓度 这里我们主说a了 我们就相当于是m等于1 n等于0 m等于1 n等于0的一个反应 那么它就等于k 乘以a的浓度 是吧 那么一级反应 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首先可以 从这个试图上面来看 那我们的rate 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的rate实际上就是 就是delta c 除以delta t 是吧 浓度的变化 除以时间嘛 那是不是就实际上 就是delta 这个a的浓度的变化 除以时间嘛 是吧 如果我们采用微风的形式的话呢 就写出来是这个样子 就是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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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于负的k 这为什么是负的 就是这个 因为a浓度的是减少量 这个a是越来越少的 它的一个就是随着反应的进行 我们初始的反应物的浓度 应该是越来越少 就是负的kt 那么如果我们对它 试图稍作改变的话 我们就有da 就是把这个a浓度除过来 等于负的kdt 那么如果 然后我们对两边积分的话 两边积分 那么从a的话呢 是从a的初始的浓度 我们认为是a0 t时刻的a的浓度呢 成为at 那么这边实际上就是 loin 反应 这边也积分 从0g到t的话呢 就是负的kt 是吧 catholos的同学 应该对这个非常不陌生 而且这个积分是非常简单的 是定积分 那么稍微算一算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有loin at 减掉loin a0 等于 或者kt 就这么一个式子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你这个式子可以写成很多种形式 比如它会写成loin a0 减掉loin at k 等于kt 对吧 或者它写成loin k t 等于kt 这个意思 就不影响它的本质 不同的一个表达形式 好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一级反应 那么它浓度和时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一级反应当中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呢 就是来自于 就是这个式子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 half life half life 半摔期 是吧 有一个东西叫半摔期 半摔期 就是说 我的这个东西的浓度 摔减 变成原来的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 the time taken to half the concentration 是吧 就称为叫半摔期 那么这个半摔期 对于我们的 first order reaction来说呢 其实它是一个定值 这个半摔期 我们是用 t分之一表示 为什么是一个定值呢 我们可以 就是用 t 等于 二分之一 a0 带到这边的 公式里面 你就会发现 我们是不是就是 flowing a0 除以 二分之一 a0 等于 kt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 kt 等于 long1 2 是吧 t 就等于 long1 除以k k是什么东西 k是复理常数 rate constant 一听这个constant 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定值 是吧 对不同的反应 当然这个constant是不一样的 但对于同一个反应 同一个温度下 这constant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是讲的半摔期 那么就t二分之一 所以t二分之一就等于 long2 除以k 就是数理常数 那么有一个非常 就典型的 一个first order reaction 就是我们的 radioactive decay 就是 就是一些元素的 同位素的衰变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级反应 当然这个你 很难说它是好奇反应 但是它的表现 的确就是一个 一级反应的表现 它有一个固定的 半摔期 是吧 它有一个固定的半摔期 就比如说我们知道 碳14元素可以用来 测定年代 怎么测的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碳14的半摔期 是多少 是吧 我们知道是半摔期 是多少之后呢 我们 就是通过测定 就是 它里面含有的碳14 剩余的碳14的量 就可以去确定 到底过了多少个半摔期 我们进而再去确定 它是大概是多少年前的 一个东西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的radioactive decay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first order reaction 那么这边的呢 主要就是要注意 对于我们的一级反应来说 它的 这个半摔期 half life 是一个定制 怎么推出来的 刚刚我也写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second order reaction 二级反应 那么对于二级反应来说呢 我们其实可以写成这样 就比如 它的rate 它其实可以是 比如说 kA的平方 这就是二级反应 就是rate等于kA浓度的平方 这个称为是二级反应 对吧 因为它的auder是2 那么同样参照上面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有 dA 所以dP 这个等于 负的kA浓度的平方 同样跟上面一样处理的话呢 我们就会有 dA 就是一个 A浓度的平方 a浓度的平方 等于负的k 同样对它积身的话呢 那么这边我们从A0开始 直到at 它应该是 负的负的 a浓度分之一吧 这边下 等于这边 这边的应该是 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 从0直到t 负的kT 然后对它两边你去算一算的话呢 就应该知道 是 就这样 那么这边是就会负的 at 加上 A0 1 等于 那么实际上就是 这种就是最后已经算出来了嘛 那么它你去稍微做一做的话 那么实际上就是 at分之一 减 A0分之一 等于 KT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二级反应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二级反应 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二级反应 关系 然后通过实验 去确定一个反应 它到底是零级反应 还是一级反应 还是二级反应 对吧 我们只需要把它的一个图像 做出来 就分别对它做一些图像 那就比如说 我测得不同时刻下 这个反应物不同的浓度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拿那个浓度 和时间做图 如果做出来是一条直线的话 那么这是零级反应 或者我们用 它取它的对数 取它的自然底为 自然底的一个对数 然后做图 如果做出来的图 就符合就这个关系 做出来的图 它是一条直线 这里 因为取对数做图之后 你会发现它也是一条直线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一级反应 对吧 然后或者像这边取倒数 再去做图 做出来是一条直线 那我们知道它是一个2x反应 这就是给予给了我们去判断这个反应极数的一个方法 判断反应极数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就是可以通过实验去验证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积极反应 好的 那么 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red constant k red constant 这个k k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 是吧 它这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称呼叫red constant 叫速率常数 这个速率常数会和什么有关系呢 比较经典的呢 是我们的一个叫265公式 公式 对吧 a 等于 a 乘以e 的 负 ba 除以 rt 次方 是这么一个公式 那么 这里面这个k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red constant 对吧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a a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constant 也是一个constant a的e e是自然底的一个 就是自然底数 对吧 等于负 ea ea是什么 这个ea就是activation energy 是吧 它的后话呢 r r是一个 我们说的也是一个常数吧 这个我们在ideal gas equation 或者ideal gas law里面 也提到了这个r 是吧 它也是一个constant 气体常数 t t是什么呢 t实际就是temperature 温度 是吧 那么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速率常数当中 可以看到 那么对于一个正常的 一个反应来说呢 它的ea是一个定制 那么如果我们有办法 去降低这个ea 就是通过 因为这个我们的推化剂 我们说是降低 反应所需的后话呢 是吧 它怎么降低反应所需的后话呢 by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est rate 就是通过提供另外一条反应路径 来降低我们反应的 这个活化能 是吧 如果我们有可以降低活化能的话 那么ea减少 那负的ea就增大 那么e的负的ea次方 是不是也增大 这个k就增大 就符合我们的一个 化学反应速率 增大的这么一个 就是实验现象 比如说我们的预期 再看温度 如果温度升高的话 温度升高的话 那么t分之一 应该是减小的 负的t分之一 应该是增大的 e的负的t分之一的次方 是不是也增大的 对吧 也符合我们对 温度升高的一个预期吧 所以这个k 它呢 就采用了这么一个经验公式 就是a a乘以e的负ea 就e rt次方 当然这个经验公式呢 说实话 不是特别好去用来计算 但是用来做一个定性的判断 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关于这个 化学反应速率的 定量的计算呢 就在我前面提到的 这些零级反应 一级反应 以及二级反应当中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就主要就是讲 这个化学反应的一个结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这个collision theory 碰撞理论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个化学反应 动力学 或者说化学反应速率的 这么一个入门的 这么一个知识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只是理论上的 那我们实际上的实验 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去看 就是去测出来 这个化学反应的一个反应速率 那么下面呢 是可以从一个练习的角度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要讲的 就是怎样通过我们实验的数据去看 这个反应到底是一次的 两次的 还是零次的 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些实验的数据上去看了 我们首先知道 它的一个反应物有A有B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 直接可以写出来 这个反应应该等于 这个R rate 等于K A浓度的 比如说M次方 和B浓度的 M次方 是吧 那么我们需要确定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M和M 具体的数值是多少 那么这类题目呢 也在考试当中会有 就经常会有出现吧 所以我们要去看的话 那怎么看 我们就假设一个浓度不变 去看另外一个浓度的变化 对这个反应速率带来的影响吧 对吧 我们总是这么去看了 我们看一个浓度不变 或者一个浓度 就是有规律的一个变化 然后看另外一个浓度 那么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A浓度它是 第一个反应和第二个反应 A浓度是一样的 而B的浓度增加了一倍 这变成原来的两倍了 是吧 然后这个反应速率是怎样 这反应速率是B 也是原来的两倍 这就说明什么 B的浓度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这个反应的速率 也变成了原来的两倍 就说明 那实际上这个B是 它的order就应该是一 它是一级反应 对于B来说 你注意这里不要以为 你变成两倍 它就是二级反应 不是 如果B是一个二级反应的话 那么它的order 它是order of reaction 是二的话 它是一个二级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平方的关系 对吧 你B的浓度变成原来的两倍 那你反应速率应该变成原来的四倍 如果你发现这个反应的速率 和我们B的浓度 是乘一个什么呢 就是B变成原来两倍 它也是两倍这个关系 那么很显然我们说 这个N应该是等于1 是吧 N是等于1的 那么我们通过1和2 我们就知道这个B N等于1 然后再看2和3 2和3的话呢 我们B的浓度保持不变 刚刚我擦掉了 我再写一下吧 我们就知道N等于1 对吧 然后再看B浓度不变 A浓度变成原来两倍 你看反应速率变成原来几倍 那相当于1.6乘10的4次方 除以4.0乘10的-3次方 就是16除以4吧 变成原来四倍 那么这个就非常好的诠释了 就A的浓度变成原来两倍 B这个反应速率变成原来四倍 那么就说明什么 A是一个second order 是吧 这个M等于R 是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R等于K A浓度的平方 B浓度的A四方 是吧 我们就确定了这个反应的极数 order of reaction 那个反应的极数 对于A来说是 二级反应 对于B来说是 一级反应 对于整个反应来说 它是一个 third order 三级反应 是吧 然后这个K怎么求 这个K的话 你就任意找一组数据 把它带进去 比如说第一组数据 R等于2.0乘10的-3次方 A浓度0.1模2没事 平方 乘以B浓度0.1模2 一次方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把这个K算出来 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算出K了 那么这样一来 K知道 MN知道 那么整个反应速率 这边求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实验 去求化学反应速率的 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呢 也是被我们广泛的应用 因为说实话 要去真正的去 了解这个化学反应 内部的机理 这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情 你要通过非常高的 一个技术手段 去对它进行一个精确的测量 才可以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 就是数据的形式上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到底是几级反应 就它的系数到底是多少 那么这样 也有助于我们用 就是去对它进行一个推测 然后用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来看 这个反应到底是一个 积极的反应 好的 我们今天的课呢 差不多就上到这里 主要的内容呢 分为三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Collision Theory 碰撞理论 要求能够从这个 Collision Theory的角度 去判定 这个反应到底是 就是各个条件 对反应速度的影响 就要深入理解一下 这个Collision Theory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 化学反应的速度常数 以及化学反应的 极数 以及一级反应 二级反应 包括零级反应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讲 一级反应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 就是半衰期嘛 叫Halflife是一个定值 然后还有最后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怎么通过实验数据 去从整体上去看出来 去推测出这个反应的速率方程 主要就是去求解 K的值 M的值 以及M的值